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作业成本的计算 我们在这一章如果考主关题的话 主要是针对作业成本计算了 那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一节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考点 那么对于作业成本计算呢 实际上我们和前面在第十二章所讲 间接成本的分配原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作业成本 给它分配到特定的成本对象上去 所以它的这个作业成本分配率的计算 按照我们前面统一的 就是间接成本分配的公式 分子就是你带分配的 这个我们实际发生的一个总的作业成本 而且我们给大家强调了 我们一般来说从资源到作业 这一块一般考试是给的 关键是你怎么样把作业成本 分配到我特定的产品对象上去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分配率的话 分子就是带分配的作业成本 这个是给的 那么分母呢就是各个产品 所耗用的作业动因量的合计 然后呢有了分配率以后 分别乘上每一个产品耗用的作业量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该产品要分配的作业成本 那么它的总成本呢 因为我们说直接成本是直接计入 作业成本是分配计入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的直接成本 再加上你分配的各项作业成本 加总起来就是我们的总的产品成本 所以它其实计算原理啊 很简单的 关键就是你要考虑对于 不同的作业成本 要考虑用不同的作业量去分配啊 我们先来看书上的例子 我们这条题呢就是说 他说DBS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服装 该公司的这个服装生产车间呢 生产三种款式的夹克衫和两种款式的休闲西服 然后呢这个夹克衫和西服呢 又分别是由两个独立的生产线去进行加工的 每个生产线有自己的技术部门 然后这个五款这个服装呢 都按批组织生产 每一批是100件 它等于说是 虽然是你要是按照产品来说是两种 但它按照就是它的型号 那就是或者我们就按照品种来说 总共是五种啊 包括三种夹克衫还有两种西服 好 那我们来看他给我们的这个成本资料 他首先是给了我们本月每种款式的产量 还有直接成本啊 直接成本是直接记录 他是直接给我们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本月的这个批次的这个情况呢 夹克的批次是比较多的啊 你看如果三个夹克加总起来是24个批次 而西服的总共刚六个批次 是吧 总的是30个批次 然后每一批的产量都是100 然后他们相信的产量 那就很简单了 等于说用第一行 呃 乘以第二行 就是我们第三行的总的产量 然后它是给了直接的这个每批的啊 每批的直接人工成本给我们了 由于每批的成本给我们 然后又给了你批次 所以我们第五行的直接人工总成本 就是拿第一行的批次 乘上我们第四行的每批的成本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它等于是直接给我们了 对吧 然后呢 又给了每批的直接材料成本 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啊 就直接成本是直接技术 所以它就直接给我们了 那因此我们这个直接材料的这个总成本 一样道理啊 因为不是第一行就是批次吗 所以我们拿第一行的批次 乘上我们第六行的每批的材料的直接成本 这样就得到你的直接材料总成本 这是直接成本 它已经给我们了啊 考试的时候一般来说 直接成本是会给你的啊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间接费用 它给了一个制造费用的发生额 你像我们制造费用合计总共是 214800是吧 就是214800 然后呢 当然这里面其实包括 有关这个批次级的这个 生产准备检验供应成本 有84000 还有夹克线的成本 西服产品线的成本 以及其他成本 总的是21480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它考试 它要求你用 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制造费用按直接人工成本 你看它的分配标准是什么 以直接人工成本为分配标准 来进行分配 那要是这样一来 那我们想 那我的制造费用的分配率 分配率的话 分子就是代分配的间接成本 那我们代分配的间接成本 就是214800 然后呢 你告诉我是按照什么呀 按照直接人工成本为分配标准 那我们的分母呢 是直接人工成本 那你看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直接人工成本 比如说你看 这五种产品的合计是107400 对吗 就是各个分配对象的 分配标准合计 那总共是107400 所以这样的话就把214800 除以107400 这样就可以把分配率得到 然后你把这个分配率 分别去乘上各个品种的 它的直接人工成本 不就可以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通过计算 就214800除以107400 是2 就200%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分配这个制造费用呢 按照传统的成本计算 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直接人工的这个成本的数 我直接材料也给了 然后制造费用分配率呢 我们的分配标准是 直接人工成本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啊 我们的这个应该分配给各个产品的 制造费用 就是第四行这个数据 我们这个第四行呢 实际上就是拿我们 第一行的直接人工去 乘上我的分配率 第三行 你用第一行 乘以第三行 就可以得到我们每一个品种的产品 应该分配的制造费用 然后我们把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还有制造费用 也就是这个总成本 是用第一行加第二行 再加上我们的第四行 加起来就是我的总成本 然后你除以批次 就得到每批的成本 然后一批是100件 再除100件就每件成本 这是传统成本计算 就很简单的 是吧 那么这个虽然很简单 但大家看一下啊 传统成本计算的这个缺点 是把所有的这个制造份 我不管你是什么 类型的成本 我都是混到一起 然后统一按照一个 比如像我们这儿听说 统一按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如果我们想更加准确的分配 间接成本 我们在前面也谈了 应该是用作业成本法 那么作业成本法呢 就要考虑对于不同的作业成本 要采用不同的动因 去做分配 那你像我们这要例题啊 我们说因为讲原理 所以他没有要求 我们补充上要求 那么就是按照什么分配 他是要给的 那他告诉我们说 采用作业成本法的时候啊 批次期的作业成本库 按生产批次比例去分配 夹克产品线的作业成本库 按夹克线的生产批次分配 西服的产品线 按照你西服生产批次去分配 然后生产维持成本库 我们讲生产维持成本 他是服务于整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车间的或者服务于整个这个生产厂家的 所以他呢一般来说呢 我们因为他跟你的批次啊和产量啊 或者就是说和品种没有什么特定的关系 所以他就给一个统一的标准 像我们照题就告诉你 这个就是没办法了 我们是按照直接人工成本去分配了 那么考试给了分配标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呃我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还是给我们的 但是呢现在大家来看一下啊 在作业成本法下 他就不能把制造费用合在一起分了 我要分别来看 大家看生产准备检验供应成本 就是批次级成本 那他刚才告诉我了批次级成本 是按照什么呀 按照生产批次的比例分配 对吧 也就是我们第一项成本 就直接按照生产批次的比例分配 所以我要算分配率 分子带分配的成本就是8万4千了 那分母呢 就是他不告诉你按照生产批次吗 那你看我们本月批次总共多少 各种产品加起来是30啊 所以我直接除以30 然后这样一来得到每批次的成本 然后你把这个每批次的成本 去乘以8呀 乘10乘6乘4乘2 就分配给各个层 这个品种的产品了 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看 他告诉你夹克产品线的成本 那这个夹克产品线成本 它是属于品种级的 产品级的作业成本 那么这个产品级作业成本呢 它是告诉我是用什么呢 是按照夹克线的这个生产批次 对吧 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夹克线的 那你这个产品线的成本 那你只应该分给夹克 所以我这54000 这个54000去除以什么呢 我们看夹克生产线的批次 这三个加起来是24 所以要除以24 对吧 然后你分的时候只能分开 分给我们夹克1 夹克2 夹克3 对吧 不像我们第一个是分给了五种 而这个第二只分给三种夹克的 那你吸服产品线的成本呢 当然你是 这是品种 所以你要分给什么呀 只能分给我们这个吸服 这个生产线 那吸服的 它告诉你按批次 那就我们这个吸服1和吸服2 总共是六次 所以我要除以6 对吧 然后呢 你给我再分给吸服1 吸服2 是这样的 其他成本 它要你按直接人工 那这个10800分母的 直接人工的成本合计 我们这个还是107400 对吗 就是各个分配对象的 分配标准合计啊 那107400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 其实 我们对于作业成本法的关键 就是你要找到 它的这个成本的 就是这个驱动因素 那么考试 我们反而简单了 按照什么来分配 它会给你 对不对 然后那你要考虑 根据什么来去分配就是了 然后我们这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看书上 它通过列表来完成 就像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批次级作业成本 我们应该是84000 除的是30 对吧 然后夹克现在是除以 夹克的批次24次 西服是除以碳6次 而生产位是除以107400 所以这样我就把这个 四个分配的率 就可以得到了 对吗 也就是我们四个作业成本 它的分配率 我们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 因为直接成本 还是直接记录 然后呢 我们刚才和批次有关的 就是批次级作业成本呢 就是把这个分配率 2800 去分别乘上 你看我们第一行 就是本月的批次 那我们啰嗦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我第六行的 这个批次的总成本 很显然 它就是用我们 因为已经有了 这个分配率了 把这个分配率 第五行的数 你乘上第一行的数 一乘就可以得到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和 就是等于说品种级的 产品级的相关成本 那么我们刚才算了 夹克线的分配率是 2250 西服的分配率是 11000 所以呢 这个 比如说你看 比如这是我们 比如第七行 这第八行 第八行分配率有了 那你第九行 我们要分配的这个成本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第八行的数据 第九行 我们把第八行的分配率 也是乘上我们的 第一行这个批次嘛 是不是 然后生产维持成本 分配率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是把这个生产维持成本 除上我们的直接人工成本 所以你这个分配的生产维持成本呢 这一行的数据 就是把我的分配率 去乘上一个什么呢 直接人工成本 乘上我们的第二行的 直接人工成本 对吧 乘上各个品种的 直接人工成本 就是了 对吧 然后这样一来 我们就把这个四个作业成本 给它分到各个品种上了 然后我们加起来 就是间接成本合计 你看总的还是214800 但是呢 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分配标准 去分到各个品种对象上去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这个总成本呢 就要把前面的直接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另外呢 再把你的这个间接成本 是吧 给我们这个加起来 相信我这个表的话 就要把第二行和第三行 以及第13行 是吧 第二加第三再加13 就是我们第14行的 这个总成本了 然后总成本 再除以我们的有关这个批次 是吧 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生产批次了 我们再除以这个 第15行的这个批次 那就可以等于我们的每批成本 然后你再除以100件 就得到单件的成本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 我们按照 就是作业成本法 它算出来的成本 那和我们前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把前面那个表格拿过来 大家看 如果是按照 这个完全成本法 我们在前面算出来的这个夹克线的成本 和西服的成本 其实相差不是那么大 对吧 但是你看啊 如果我们按照作业成本法的话 其实夹克线的成本啊 应该是要再低一点 对吧 西服的成本应该是要贵一些 比现在等于说你原来完全成本法 你算只有200多一点 但是让我们知道 其实西服的成本应该更贵一点 所以等于说你原来是按照传统成本计算 按照传统成本计算呢 实际上你是高估了夹克线的成本 低估了西服的成本 是吧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讲 这个夹克它的产量比较大 批次也比较大 对吧 它的这个整个产量比较大 西服的产量比较小 那你按照这种完全成本法呢 它实际上会有一个缺点 是吧 就是完全成本法 它实际上就是都是按照统一的一个 分配率去分配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的这个就是完全成本法 会扭曲产品成本 它会高估这个高产量 但是呢 工艺可能比较简单 当然因为产量高啊 你就高估加货现成本 低估了我们复杂的这个产品 西服的成本 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完全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的一个区别 但他们俩也有共同点 就是不论是完全成本法 还是作业成本法 我们其实 和前面我们在 我们是预先讲的第15章 就是这个本量力分析里面 我们谈了变动成本法 是吧 那变动成本法呢 它的产品只包含变动制造成本 但是作业成本法 我们的成本呢 实际上是 都是不区分完全和变动 这点是相同的 是吧 这点是相同点 而不是一个区别点 另外呢 你像我们这条例题 它的完全成本法呢 它是以直接人工 作为唯一分配率 它有缺点 夸大了高产量产品单位成本 是吧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想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完全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 它主要的区别在于 完全成本法 我们也经常成为是以产量 为基础的成本计算制度 就是它的分配主要是基于产量 你产量多的多分配 产量少的分配 但是作业成本法 是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制度 那么这种作业成本法呢 它是因为是利用多个不同的成本动因 去分配这个相应的这个间接成本 所以它的间接成本分配要准确 是吧 就是克服了这个传统的完整成本法 夸大高产量产品成本这种缺点 但它俩也有共同点 都是直接成本直接记录 然后呢成本都是既要考虑变动成本 也要考虑固定成本 都要记录到这个产品成本的 就是实际上就没有区分变动固定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道多选题啊 它就跟你 与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制度相比 产量基础 产量基础上去我们谈传统成本计算制度 存在的局限性有 A把不同性质的各种间接费用 按部门归集在一起 对吧 它是按部门归集 然后呢 这个整个的一个制造费用去 按统一的分配率分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成本计算过于复杂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的 完全成本法比较简单 对吧 就单一的分配率嘛 所以它简单 这个说反了 容易夸大高产量产品成本 这是对的 然后成本分配基础和基金成本结合之间 缺乏因果关系 因为它是统一在一起去分 它不像作业成本法 特别强调因果关系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只有必是错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道计算题啊 我们来看对于这个作业成本分配 这块需要大家注意的 它告诉我们说 甲公司是一个制造企业 有ABC三条自动化生产线 AB生产线呢 都是分别大量生产标准型的 X产品和Y产品 等于说 A生产线是生产这个X产品 B生产线生产Y产品 就等于说不同的生产线 是生产不同的产品的 然后又告诉说 各个产品是分批组织生产 每批一次生产前 要进行一次生产准备作业 调整生产线以及成功系统 就是要我们做生产准备 做一下这个设备的调控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对于标准型的X产品的 一批 每批要生产6000件 所以它的一个 等于说是一次的生产量 一批就可以生产6000件 而标准型的Y产品的 一批次是生产2400件 然后客户订购产品的时候呢 公司会安排仓库 按订单的数量包装发货 最近市场上呢 出现了一些 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公司呢 就是利用C生产线 生产非标准型的XY 这个产品 然后非标型的产品呢 是按照客户订单 来安排生产的 所以它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标准型 你看它是按批次 对吧 就是说这一批一次就生产6000件 因为它是标准的 但它的一个非标准 它是根据客户的订单 那就是一个订单 我就要组织一次生产 就是按订单来生产 然后呢 X和Y产品需要分订单来订购 每个订单 每个订单开工前 都要做一次生产准备 就等于说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标准型的产品呢 它是每批 是不是 就等于说标准型产品是每批次生产前 做一次生产准备 但是非标准这个产品呢 是每个订单开工前做一次生产准备 所以你要注意它的这个生产准备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标准型 是按照批次 这一批 一下子组的6000件 对吧 我们不是按客户 可能10个客户加起来是够6000件 对吧 它因为是标准的 它就是按订单 这等于说给了我们这个表述 那我们接着看 它公司原来采用传统的成本核算系统 计算产品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是直接进入成本计算对象 间接费用按公时在成本计算对象之间去分配 现在为了适应个性化的定制市场需求呢 要采用作业成本法计算 客户订单成本 并且按客户订单成本来加成定价 那就说明你必须要把每个订单的成本 要给它计算准确了 然后公司呢对业务流程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四项作业以及作业动因 并且制定了标准成本 就给了我们有关资料 大家看这个X产品呢 它的用量标准单件20千克 价格标准 每千克750元 所以单件的这个材料成本 标准的成本 我们说标准成本自定的时候 就按照单位产品来制定的 所以它这个相当于就是每一件 材料15000 外产品每件是22000 然后我们接着看啊 这是谈的有关直接材料 它实际上是直接记录的 而且都告诉你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这个有关作业的标准成本呢 材料接收于处理作业 它是按照材料的重量 每千克120元 那么这么一来大家看 你看我们X产品什么呀 一件是20千克的 所以呢就相当于 我们的X产品一件 你就要等于说是要多少钱啊 120乘以20千克 2400元对吧 那你这个Y产品更重 40千克 那你40千克乘上每千克120元呢 那就4800元了 对吧 所以它是按 它的这个重量来处理 对不对 那我们接着看啊 生产准备作业呢 是按照成本准备次数 每次是6万元 产品的加工作业 它是按照加工的件数 但是标准型的一件是4000 非标准型一件5000 这是跟产量 呈正比例变动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包装与运输 这个订单的个数 每个是1000元 对吧 你一个订单 那就是1000 是这样的 那么它也给我们加了一些注释啊 就是说我们告诉你这个标准型产品 和非标准型产品 它只是 呃就是除了产品加工作业的单位 作业标准什么不同以外 其他都是相同的啊 就等于说我们是要 这里面提示了你标准型单件加工4000 非标是单件5000 但是其他都是一样的 是吧 比如材料接收 处理都是按照它的重量 每千克120元 包装运输都是一个订单1000 是吧 生产准备都是一次6万 是吧 这个是共同的 然后它还告诉我们呢 因为X和Y产品 对包装运输的要求不同 所以客户在订购XY产品时 需要分别订购 是吧 那就说X一个 就等于说你要X订单 Y订单吧 就这意思 是不是 而且公司按订单是分别包装发运 然后M客户呢 订购了1000件 标准型X产品 和500件标准型Y产品 那也就是说M客户 你就得有两个订单 对吧 呃 然后呢 N客户呢 又分别订购了1000件 非标准型X产品 500件非标准型Y产品 所以N客户也是两个订单 但是M都是标准型的 N都是非标准型的 是吧 然后呢 他还告诉我们说 因为N客户 因为它是个性化定制 他要求在每个产品上 打上公司的这个 就是 它的这个名称的标识 是吧 logo的标识 然后预计呢 这样每件会增加成本10块钱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 他让我们按照 作业成本动因来分类 假公司的四项作业 分别属于哪一层级的 作业成本库 说明原因 那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我们的这个作业成本库 可以分为单位级的 还有这个批次级的 另外品种级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生产维持级的 那么他这里面 四个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自己来实验看 材料的接收于处理作业 他是按照什么呀 每千克就收120元 对吧 根据你的材料的这个重量 而你材料的重量 你看 你的产品的数量越多 产量越多 你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要是这个 X产品 他一件20千克 那你要是一千件呢 20乘以一千 那很显然 他这个 这个材料的这个 接收于处理作业 是与产品的产量 是有关系的 可以说 每一个产品 你都有重量嘛 每一个产品就要 相当于是你要 给他去 都要有一个这样的材料 的接收处理 是不是 所以他和产品的产量 是直接相关的 而且是每件产品 都要有一个接收处理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 他应该是什么呀 单位级的 那生产准备 一看次数 那就是批次级的呗 然后产品加工 会是和你加工的 件数 你看 每一件你就要4万 你是不是产量越多 要加工的成本就越多 这也是单位级的 然后包装与运输 按订单个数 那你一个订单 就一个成本 那这个也是批次级的 是吧 所以其实他这个 比较简单啊 等于说 材料接收和产品 加工都是单位级 但是生产准备和包装运输 都是我们的所谓批次级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 就是说明原因 那我们还谈了 就是 单位级的是属于 它的一个成本 和这个 我们产品的产量 是直接相关的 每加工一个产品 它每生 就是每生产一个产品 就要有这样成本 对吧 而批次是 因为它和批次 成正比例变动 是吧 是和批次有关的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让你分别计算 M客户 就是标准型的 XY产品订单的标准成总 还有N客户 我们先看 M客户 M客户啊 因为它是 标准型的 所以我们就来考虑啊 这个订单的有关成本 我们一块来 分析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直接成本 是直接记录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就是M客户呢 是1000件X 500件Y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就 一块来分析 我看啊 1000件 X产品 还有500件Y产品 对吧 500件Y产品 它让你算 这个订单的成本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啊 直接成本先来考虑 那么直接成本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告诉我们说 公司对业务流程 进行了分析 确定了 四项作业 及动因 并制定的标准成本 有关材料 第一个就直接 给了我直接材料 那这个直接材料 你是可以直接记录的 就没有必要再分配了 对吧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 单件的标准成本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 用量标准成本 价格标准 就是我的单件标准成本 那就是X产品 一件 15000 Y是22000 那我们对于 直接材料这一块啊 就相当于是 直接材料这一块 那我就是把这个1000件 乘上单件的 这个成本是 15000对吧 那它这个是500件 乘上单件的成本呢 是22000 所以直接成本 我们是要直接记录的 但间接成本啊 得按它的分配动因来 进行考虑这个分配啊 你看它这里面 告诉你是每千克分120元 所以我们就来看 对于材料处理成本 我应该分给X产品多少呢 每千克120 今天每千克120 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们这个产品 你看单件多少千克 X产品单件是20 所以我要乘上 他这个20千克每件 对不对 然后我们总共多少 1000件 是吧 乘上1000件吧 就分配率是120元每千克 那你就120乘上 每件是20千克 所以 我再考虑1000件 这是总的你的这个 千克是多少 那么Y产品也一样啊 因为它每千克120元 是吧 每千克应该分120元 那我就看你生产这个500件Y产品 多少千克呢 一件是40千克 一件是40千克 我总共是500件 我乘个500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你的总的千克数嘛 所以这样一来呢 你看 我的这个材料接收处理成本 这一下我就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看 生产准备作业成本呢 每次6万 每次6万元 那我们对于这个标准型产品 它是怎么样组织的 它是不是一个订单就 生产准备一次呢 不是 它是什么呀 它是每批次 生产前呢 要做一次生产准备作业 但是它的这个标准型呢 X产品每批次要生产 6千件的 就等于说6千件 这个6千件 总共的生产准备成本数到钱 总共是6万元 对吧 就6千件我们生产一次嘛 那6千件才6万元 因为你是 不仅仅就是它的标准型产品 它意思就是什么呀 就是标准的 所有大家 所有的人可能都 都要有这个生产准备 我没有必要一个 一个订单我们准备一次 因为我要大量大批 所以我一个批次就生产了 6千件 但你这个M客户呢 它只是只占1000件 那怎么办呢 因为一次是6万元 对吧 但这6万元呢 它是生产多少件呢 生产6千件的 对吧 就6千件 这么多件数 才总共是6万元 你这个呢 是1000 是吧 1000件 就相当于你这个 这个批次级的成本 就像我们前面书上 谈的这个批次级的成本 实际上你要给它 等于说要分配到这个 因为你这一批次 总共是1000件 那你是首先把这批次成本 分到每个批次上 然后每个批次上 你再分到产品上 对不对 就相当于我要把这个批次的成本 它已经告你一次是6万 但6万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有6千件产品 那相当于每一件 那它实际上只是 10块钱 对吧 就分配到每一件上 就10块钱 那总共是1000件 然后这样一来 我得到这个 X产品的生产准备的成本 那么对于Y产品呢 你看它是告诉我什么呢 标准型Y产品 一批次是可以生产2400件 就是你组织一次Y产品 我就要生产出2400件 那么这2400件 总共一次的成本是6万 对吧 那你就要考虑 因为一次的生产准备是6万 但是我的6万呢 实际上是在2400件里面去评分 而我们这个Y产品呢 是500件 所以我先求求每一件的 就在这个 把这个批次的成本里面 给它分到每一件上 对吧 然后呢 再看我的500件应该分多少 是不是 乘上这个500件 这样一来呢 我这个生产准备作业什么我也有了 然后你看它产品加工是按 我们是标准型的 我们现在先看M订单 跟M客户的订单 那么标准型的 那我这个成本 那就是每件4000 就是4000 乘上1000件呗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是4000 乘上500件呗 是不是这个加工成本也有了呀 所以你就按它这个 就对着它那个就写呗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产品的包装与运输 那么对于包装与运输作业成本呢 那你可以看 它告诉我们说 X产品和Y产品 对包装运输要求不同的 所以客户在订购 XY的时候要分别订购 公司要按订单分别包装发运 所以这个包装运输呢 一个客户 但是它是X产品不同的Y产品 那么一个产品就要有一个订单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要有一个订单1000 这样也有一个订单1000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我们的总成本 你这一加不就完了 把直接成本和你刚才算出来的 4个作业成本 给我一加总就完了 是不是就很简单啊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M客户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N客户的啊 这个N客户呢 它是订购了也是1000件 但它是非标准型的 500件非标准型的Y产品 而且还要要求每个产品 要打印这个公司的标识 是吧 所以那我们先来看啊 对于这个N客户 我们怎么来算 那我们看一下啊 对于N客户的话 它同样也是 1000件X 还有500件Y 我们还是要考虑 比如说先是考虑直接材料 这个应该和刚才的完全一样 对吧 就是单件的材料 X是15000 然后Y是22000 这个都是一样的 15000 乘上1000件 那这个是22000 乘上500件 是不是这样啊 直接材料就很简单 然后我们就来看 这个作业成本 材料接收与处理 它因为是按照每千克120 所以对于这项成本 我们一样道理 因为它是每千克120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总共多少千克呢 因为单件20千克 单件20千克 然后1000件 所以总共就是2万千克 对吧 这是X产品 而Y产品呢 还是按分配率是120 但是我在乘的时候呢 我要乘的是Y产品的重量 那Y的重量呢 一件40千克 你这个500件 所以40乘上500件 这是总的千克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 你看 这个成本我也分配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生产准备这个成本 这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人家题目中 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呀 对于非标型的产品 是按客户订单来安排生产的 XY产品需要分订单订购 而且每个订单 开工前都要做一次 生产准备作业 就是每个订单 都要做一次准备 这是和标准不一样 标准性它是6000件 我们一个批次 对吧 它并不是说 一个订单 我就生产准备一次 因为它是标准的 但那个非标准呢 它是每个订单 要做一次生产准备 那因此呢 那大家看 由于我们这个X和Y 要分两个订单 你每个订单 都要生产准备一次 那我就不用分了 每次就这个订单 要有6万 这个订单也是6万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生产准备 做一种我也有了 那产品加工 因为我是非标准型的 所以就应该是拿这个5000 乘上1000件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是5000 乘上500件 所以这个成本书 也可以分完了 对吧 然后包装运输 这个一样啊 一个订单1000 所以这个有一个1000 这个有一个1000 然后别忘了 它要比我们的这个 标准型的 我们多了一个要打这个商标的 是吧 我们要这个打印公司标识这个成本 要多了一个这个成本 啊 那么每件10元 啊 那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我们这个 除了这个成本以外 我们还多了一个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打标识 是吧 我们打这个logo这个标识这个成本 那打logo标识成本呢 那我们一件10块钱 10乘以1000件 啊 那这个呢 是10乘以500件 是吧 大概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所谓的这个作业成本 你看 它就是说 呃 我们对于不同的成本 采用不同的分配率嘛 你像这道题 都给了你分配率了 只不过就是你要特别要 就是稍微要细心一点 就像他跟我们讲的 就是他是结合实际嘛 你这个标准型的是 一批次就6000件 但是你这个 X产品 这刚1000件 对吧 那你实际上就是说 你你得先把这个批次期的成本 分到产品上 然后再 就是这一批次 我们总共6000件 那你先看每件多少 然后你再看 各个客户定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有关 啊 作业成本法 当然 你作业来分配这件成本 是吧 啊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第三问 那我们看第四问啊 那我们结合公司情况 说明作业成本法 能够提高成本计算准确性的原因 啊 实际上就是 呃 其实就你可以用自己的话啊 比如就是这个 传统成本计算 是按照单一的 这个分配标准啊 比如是基于产量动因的 按照公时啊 产量啊 去分配 它的间接成本分配不准确 但是我们作业成本法呢 是按照不同的成本动因 去分配不同的这个作业成本 它分配会准确一点 是吧 而且 传统成本就算会夸大 高产量的 这个产品成本 是吧 那你像 它让你结合公司情况的话 那就这家公司的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因为 呃 你想它这个 有这个非标准型的这种订单 那么非标准订单的话 它的这个 呃 比如说像这个 呃 我们刚才 特别讲的生产准备作业 那它是和这个特定的客户 订单就有关 你这个订单 我就要准备一次 是吧 还包括这个 它要打这个特殊的标识 logo标识 那这个都是和订单有关的 你要按照传统的成本 计算 它就不能够 啊 准确的分到各个客户订单里面 但是像 作业成本法 它就能够比较 准确的啊 确定哪个订单的 这个有关成本 啊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 就是作业成本法上 就能够 比较 准确的分配 这个间接成本 啊 好 那这就是我们谈的有关 作业成本计算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原理 那我们这一讲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